在刺客信条英灵殿的中章 艺术人洛基大肆嘲笑现代刺客组织 孱弱如婴儿 于是跟威廉·麦尔斯达成协议 将自己的血液注入阿尼姆斯 读取了巴西姆的成长记忆 让这帮废物好好看看这位祖师爷 是怎么从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街头小偷 成长为传奇刺客大师的 这就是刺客信条幻景的剧情 起初巴西姆的父亲是拥有通疗事业变的建筑工程师 曾经参与过萨玛拉大清真寺的建设 按照通疗管理 不出意外是出意外了 有人觊觎他父亲的功劳 于是设计陷害夺走了建造清真寺的荣耀 他父亲也在被流放后的贫穷中死去 或许是这段凄惨的经历 浪迹小镇安巴尔的巴西姆 经常会做同一个噩梦 一头镇尼无时不刻不再追扰自己 幸好儿时好友内哈尔一直陪伴 这次从噩梦中醒来后 窗台上又收到商人德尔维什流的委托暗号 你别说这表情还真挺好看 那孩儿吐槽 好看又啥用 口口嗦嗦你多给点钱不行吗 巴西姆赶紧安慰他 有的赚就不错了 何况这任务并不难 巴西姆很快把账本偷了出来 也终于在德尔维什家见到了委托人 一个大烟嗓的白袍神秘妇女罗珊 巴西姆跟罗珊提出 咱别老结散活了 签个长约吧 以后你们的活我包了 罗珊瞥了他一眼 我们的活可不是区区一个小偷就能办了的 说完扭头就走 巴西姆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刚刚罗珊说要找的木香被运往了东宫 那干脆帮他偷出来得了 那孩儿劝他别这么低三下四的 巴西姆却说自己不想做一辈子小毛贼 他坚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 而罗珊的组织或许就是最佳的挑版 那孩儿只好陪着他 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了井 未森严的东宫 说话间阿巴斯王朝哈里发 木塔瓦基勒赶到 随即禀退所有卫兵和王子 竟然要亲自守护这个黑色的木香 片刻之后五个面具人走了进来 原来他们才是箱子的主人 但诡异的是 身为政治、军事、司法、宗教首脑的哈里发 在面具人面前是如此的卑微 他仅仅是想看看箱子里的宝物 又被面具人领袖骂得狗血淋头 他们是谁 箱子里又是什么连哈里发都没资格看的宝物 他们走后两人立刻上前撬开了箱子 若大个箱子里面就只有这块圆盘 可就在巴西姆触碰的一瞬间 这块飞金飞铁一飞钢的圆盘 闪烁出金色的花火 两个人影在光丽中闪现 站着的在暴打跪着的 正当巴西姆发愣 哈里发突然回来 争夺中圆盘落地 巴西姆也被哈里发一拳放倒 暴怒的哈里发甚至想直接掐死巴西姆 巴西姆挣扎着身向哈里发的匕首 万星内哈尔及时赶到 夺过匕首一刀扎穿了哈里发的脖子 杀人的动静引来了王子 动工顿时乱作一团 巴西姆捡起圆盘跟着内哈尔 夺路狂奔 终于回到了藏身处 但只要巴西姆触碰圆盘 金色的花火就开始闪烁 吓得他直接扔到地上 一觉醒来后 眼前的人居然是罗珊 巴西姆赶紧解释 自己触碰到圆盘的瞬间 灵魂仿佛就被带去了一个 遥远的冰冷空间 罗珊叫他赶紧坐船跑路 因为哈里发的士兵们 已经在追捕他了 巴西姆猛一个机灵 坏了 内哈尔 他怎么不在 是遇到危险了吗 果然 德尔维士加已经被军队图了 曾经跟巴西姆一起撕混的孩子们 如今也被士兵们钉在了梦桩上 都是自己的错 巴西姆陷入极度自责 疯狂埋怨 如果内哈尔没杀哈里发的话 就不会有军队的报复行为了 他这么说内哈尔也恼了 且不说我杀哈里发是为了救你 你就说是谁不听劝 非要进东宫的 两人潮帮了当场闹翻 巴西姆独自来到罗山说的港口 没想到当场背起 猪狗一样被士兵们惯来惯去 眼看就要被一箭砍死 罗山的箭来得好快 沙瓜切菜般斩翻了士兵们 再一抬眼 码头上一便是士兵 船是坐不成了 罗山只能带着巴西姆爬上屋顶 干嘛 他丢下一句 你只管赵座 然后翻身跳下激荡的大河 身后士兵一刀砍来 没办法 巴西姆也只能稀里糊涂 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信仰之月 随着激流不知飘到了多久 巴西姆在水底仿佛再次看到阵击 挣扎着浮出水面时 眼前是一座高塔 这里面是罗山的组织基地 阿拉木特 而他所在的组织 拥有一个流传了900年的名字 无形者 从此之后 巴西姆正式加入了组织 接受罗山的训练 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老鹰 恩奇度 巴西姆偷听到雷汉大师 与塔歇尔使者的对话 原来东宫中的面具人 都是上古维续者成员 他们向新任哈里发施压 要平定各省叛乱 如果无形者再跟叛乱者纠缠不清 恐怕塔歇尔也无法庇护他们 果然没过多久 阿拉木特遇袭 生在巴格达的巴西姆立刻认出 袭击者用的武器是巴格达的拥兵组织所属 可幕后主使是谁 是上古维续者吗 雷汉大师立刻下令 派人联系巴格达城内的盟友 心急人的领袖 阿里伊本莫汉莫德 而巴西姆则留在阿拉木特刻苦训练 直至合格 从今夜起 他将抛弃他真实的一切 也将脱离他背负的一切 余生隐于阴影恪守信条 不滥杀无辜 不暴露行踪 不危及兄弟会 在遵从传统切掉左手的无名纸之后 戴上绣剑的巴西姆 正式成为一名无形者成员 没过多久 雷汉大师派往巴格达的使者重伤逃回 而盟友阿里也被敌人抓走 没办法 雷汉只能派罗山和巴西姆 从伊朗的阿拉木特城堡 穿越漫天黄沙和尘土 终于终于 记忆中的家乡巴格达出现在眼前 而时隔九年后的回乡之旅 也将彻底改变巴西姆的一生 巴格达依然是记忆中的巴格达 唯一的变化是 这里多了很多谜团 巴西姆从新兴人口中很快得知 阿里被关押在大马士哥门附近的监狱 巴西姆悄无声息的潜入进去 找到了自取先知的自大狂阿里 原来抓他的人的确是一个赏骨维续者 代号实施者 这货到处抓人送到某个挖掘场 两人冒着生命危险 终于从狱卒的文件中确定了挖掘场的位置 掩护阿里撤退后 巴西姆凭借刺客们 帅不辞的祖传技能也逃了出来 实施者不光奴役心及人 还忽悠了大量外国老公到挖掘场为奴 目的就是要挖掘沙漠中的宝物 杀了他 不光是为了解决无形者的敌人 杀了他 更是为了这些凄惨奴隶的自由和解放 巴西姆从屋顶高高跃起 将毫无防备的实施者拉到一边 用绳索缠死他那该死的拨梗跳下阳台 于众目睽睽之下 对实施者施以绞刑 在实施者的瞠目结舌中 进入了他灵魂的死亡空间 又是上古维续者的祖传异能 实施者呢喃着 黄沙之下掩埋着古神赐予人类的礼物 我派人来挖掘的 是人类的理想和未来 总之一通屁话后 实施者突然说道 不对 你不仅仅是个无形者 可惜话说了半截 他就突然暴毙 此时的巴西姆还没听明白他的意思 只能遵循九百年前埃及祖师爷的惯例 用苍鹿的羽毛 安息了实施者罪恶的灵魂 此时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 是内海儿 两人闹败后还是头一次再见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巴西姆还在愣神时被罗山一把拉走 两人分析 实施者所谓的古神礼物 就是东宫圆盘一类的东西 可这些玩意儿到底有啥用 以至于上古违续者舍得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更让巴西姆困惑的是 自他加入无形者后就再也没有梦到振尼了 可为何处决实施者是振尼却再次出现 看来一切的答案都在剩余四个违续者身上 巴西姆一猜内海儿就在他们的藏身处 果然 两人一见面就兵事前嫌 原来这段时间 内海儿都在研究东宫圆盘上的神秘符号 他总觉得自己以前在哪里见过 也总感觉这个符号在召唤自己揭示他的秘密 于是两人决定联手调查 回到据点后巴西姆得知 第二个上古违续者头目潜藏者 就藏在小时候他跟内海儿经常出入的智慧宫中 熟门熟路的内海儿 在智慧宫找到一张诡异的图画 巴西姆也感觉自己曾经在哪见过 是在东宫圆盘中吗 记不清了 此时镜头一转 好家伙居然是DNA螺旋图 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医术人的三螺旋DNA 但他根据书房中隐藏的诗集 找到了作者女诗人阿里布 从他口中得知 原来智慧宫的首席学者 就是利用植物之变蒙骗学者们 翻译和研究实施者 挖到的古籍和装置的潜藏者 巴西姆伪装成受试者 一锈剑解决了这个以智慧之名 兴苟且知识的维续者 当藏路的羽毛安息他的灵魂时 珍妮再次从黑暗中攀爬而出 而当巴西姆走出秘密地牢 却再次看到了内海儿 如此繁杂的密室 他竟然能顺着血迹找上来也是厉害 内海儿宽慰巴西姆 珍妮并不可怕 他或许并不是梦 直面他才能战胜他 回到据点后 罗珊已经查到第三个维续者头目 会在即将举行的拍卖大会出现 巴西姆调查时认识了一个小孩 还教会他怎么信仰之月 小孩还有个好听的绰号 除鹰 当然这个词音译成中文的话 我们就更熟悉了 老玩家们可以打在弹幕上 在来自大理的商人孔叔的帮助下 巴西姆偷听到 前哈里发的妃子 华比哈跟商人的对话 原来这个偷窃财产 敲诈商人 掌控着巴格达经济命脉的 上古维续者 正是巴格达的死苦官 来自东普大唐的宁夫人 可刚要下手 没想到被宁夫人识破 翻手一刀 好家伙 我当时要有反转呢 结果宁夫人还是死于袖剑之下 而这一次的灵魂空间中 珍妮的身影更加清晰了 但每次说起自己的困惑 导师罗珊总是责怪自己 分心在不存在的事物上 所以巴西姆只能撒谎 说这次没看见珍妮 如今只剩最后一个 维续者头目了 而阿里也赶到了据点 原来维续者的 供应兵们四处抓捕起义者 拉到广场上当众处决 阿里想干掉他们 却又无能为力 于是前来求援 正巧无形者们猜测 下令杀人的就是这个头目 于是双方一排即合 阿里只有一个要求 为了号召更多起义者 必须让所有人知道 这仇是他报的 根据阿里的线索 巴西姆先后 托了水军舰队司令 和突厥雇佣兵将军 终于引出了这个掌控 维续者军事大权 四处滥杀无辜的头目 齐美拉 而眼前被他训斥的 则是阿拉木特所在地的总督 穆罕默德塔西尔 他一直暗中给无形者提供保护 之前跟雷汉大师交谈的 使者也是他的人 难道他也是维续者成员 阿里一时无法接受 巴西姆只能先潜入 齐美拉的军营 解放了被囚禁的起义者们 向突厥雇佣兵们发起总攻 两人趁乱杀进齐美拉的密室 巴西姆扔了别烟雾弹 化身烟中恶鬼 处决禁卫 最终一刀解决了齐美拉 这一次 珍妮的身影完全显现 门外的起义军脚步声传来 阿里跟巴西姆对视一眼 又在起义军打开防门的一瞬间 阿里冲着齐美拉的脖子 划了一刀 复仇和解放的荣耀 便永远属于了他 至此 轰轰烈烈的心急起义 正式拉开帷幕 而内哈尔也再一次来到 巴西姆身边 关于珍妮 曾经只在夜晚的睡梦中出现 可为什么在接触东宫圆盘之后 他便频繁在清醒的白天出现 而且总是在杀死上谷围续者时 手上站着匕首八个的巴西姆 从未想过 他只想赶紧完成无形者的命令 杀死上谷围续者的领袖蛇手 可内哈尔却反问 为什么非要杀死蛇手 你有没有想过 一心要杀死蛇手的无形者 他们不也在竭力寻找圆盘吗 有没有可能你的兄弟 会向你隐瞒了什么 这话惹恼了 誓死守护信条的巴西姆 一怒之下 甩掉了手里的巴格多门而去 回到据点 罗山说蛇手就藏在皇宫中 巴西姆突然想起内哈尔的话 试探着问了句 咱们查明白圆盘是啥了吗 就在罗山迟疑时 老黑进来打断了罗山的沉默 他怀疑蛇手是三个人之一 跟齐美拉密谈的总督 跟名夫人关系密切 王子的母亲花比哈 以及潜藏者书房中诗级的作者阿里布 巴西姆于是展开了调查 总督倒是光明磊落 摆明说自己不是维续者成员 但终于帝国的他 却跟维续者达成了交易 原来本应继承皇位的王子 是个野心家 如果他继位 那帝国就遭殃了 于是他以供出无形者基地 阿拉木特为代价 换取维续者 逼迫王子向新哈利法宣誓效忠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 维续者大军 可能已经在进攻阿拉木特的路上了 巴西姆必须加紧 追查蛇手的速度 在将阿里布 从赞助商手下暴徒围攻中救下后 巴西姆也偷听到了 女士人跟友人的对话 他的一声被哈利法们 大臣们 赞助商们 形形色色的男人们所摆布 那他显然就不是蛇手 这是蛇手喜欢他的尸罢了 那就只剩最后一个可能 这就能解释蛇手 为何能控制王子 放弃哈利法之位 因为蛇手就是王子的母亲 花比哈 巴西姆伪装成宦官潜入后宫 果然书房中 大量线索都能证明 巴西姆立刻向罗山赴命 可罗山却说 制裁花比哈的人 不能是巴西姆 巴西姆刚想争取 让罗山一通臭骂 怎么 你现在已经自大道 必须独揽 处决所有维续者的荣耀了吗 话都说到 这份上来还怎么反驳 好在罗山思考片刻后 还是把仓路羽毛交给了巴西姆 但高贵的导师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对话 被屋顶上的内哈尔听到了 罗山走后 内哈尔替巴西姆不服 没想到巴西姆还是不领情 说要不是我的导师 我早就死在码头了 给内哈尔起的扭头就走 终于 巴西姆在皇宫密室中 找到了花比哈 和他却满嘴胡话 讥讽着巴西姆 说他连自己真身是谁都不知道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你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内哈尔猜对了 花比哈还真知道 震妮的答案 他告诉巴西姆 阻止你的人不是我们 而是你的兄弟会 不信你跟我去阿拉姆特 那里的高枪之下 埋藏着本应由你继承的所有支持 什么意思 花比哈还没来得及解释 一柄秀剑突然刺穿了他的后脊 竟然是导师罗山 现在的巴西姆已经无法完全相信他了 他拒绝了罗山伸出的手 而罗山也警告他 如果你走上花比哈指引的道路 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你 回到藏身处后 内哈尔接受了巴西姆的道歉 还大度的愿意陪他去阿拉姆特寻找答案 两人在黄沙中水尽粮绝 一进阿拉姆特山谷立刻冲到溪水边 这才看到溪水中的尸体 巴西姆大喊内哈尔小心 可一回头内哈尔却不见了 敌军士兵一脚踹翻了他 危机之际一道白影闪过 是罗山倒是第二次救了巴西姆的性命 而这一次的昏迷中 瑞尼的身影也前所未有的贴近巴西姆 巴西姆猛然惊醒 原来罗山救了他之后又去救其他人了 可身边的无形者却说 没有人看到巴西姆的同伴 他只能祷告内哈尔逃了出去 而他自己则杀回城邦 用在无形者学会的刺客专注 一次性干掉了行星台上的所有敌军士兵 救下了兵败被俘的雷汉大师 此时的雷汉终于想通了 原来巴西姆就是阿拉姆特宝藏大门的钥匙 来到神庙后 巴西姆立刻认出了石墙上 就是内哈尔在研究的秘密符号 清除之后 果然如雷汉所言 有一道大门出现 可一只飞刀打断了他 是罗山经典的师徒反目 原来第一次见面时 罗山就发现了巴西姆的秘密 他招募巴西姆加入无形者 既是监视也是引导 以确保他永生不会触碰宝藏 可人算不如天算 命运还是指引巴西姆来到了这里 不过巴西姆还是下不去死守 不知何时内哈尔突然出现 给了巴西姆个台阶 说放了他吧 一脸困惑的罗山 就这样只能眼睁睁看着巴西姆走向大门 内哈尔拿起匕首拉了一刀 原来所谓的大门钥匙就是 巴西姆的血脉 门是开了 可门后是什么呢 墙上满是东宫圆盘一样的圆盘 这些圆盘中又藏着什么秘密 或者说记忆呢 巴西姆走到宝库最深处 没想到眼前这台巨大的机械 他竟然认识 拉开藏门后更是震惊 因为里面的人是内哈尔 电光石火箭巴西姆猛然醒悟 不是内哈尔认识这个符号 而是自己认识 甚至这世上就根本没有内哈尔这个人 不管多么隐秘的暗道 他都能跟上自己的脚步 只因为内哈尔是自己幻想出来的罢了 而这部分的自己 再次启动了正确名为记忆封印的圆盘 也就是日后阿泰尔储存了自己记忆片段 并被埃及奥找到的六枚记忆封印的铜款 一瞬间处于自己的记忆瞬间恢复 而那两个光人 其实就是奥丁在暴打洛基 不对 是暴打自己 巴西姆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圣者 这些年来困扰自己的振泥 其实就是洛基内心最深处最痛苦的记忆奥丁 在这一世巴西姆脑海中的投影 他象征着洛基全部的负面情绪和记忆 与此对应的内哈尔 则是洛基正面情绪和记忆的化身 巴西姆伸出手去 与内哈尔彻底融合 两个身影一同消失之后 毫不知情的兄弟们都在祝贺巴西姆的归来 唯独只有老鹰恩奇度认出了这个男人 他根本就不是巴西姆似的 此时此刻的他是医术人洛基 如今他要去寻找奥丁去报前一世的仇浪 而随着那一天的到来 也如他的英灵殿中所言 A new world awaits 好了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观看和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